据外交部网站消息 1月13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有记者提问 英国称将对中国新疆出口的产品设限 原因是与强迫劳动有关 英国外交大臣拉布也表达了 其对强迫劳动情况的关切 中方对此有何回应 赵立坚表示 我们注意到除了英国之外 加拿大外交部也发布消息称 将禁止有强迫劳动生产的商品 英国和加拿大对中方反复澄清的事实和真相 充耳不闻 却基于谎言和虚假信息 出台针对别国的所谓措施 这样的外交政策还有什么严肃性可言 赵立坚强调 新疆根本不存在所谓集中营 所谓教培中心关押百万维吾尔人 更是毫无事实根据的造谣污蔑 美国媒体早已报道 由美国政府支持的非政府组织 中国人权捍卫者网络 仅凭对八名境外维吾尔人的采访和粗略估算 就得出了新疆地区2000万人口中 有10%的人被拘押在教育营的荒谬结论 所谓强迫劳动 完全是美国等个别西方国家的机构和人员 凭空捏造的谎言 赵立坚强调 英国等个别国家资助 炮制 刻意散布谎言谣言 以所谓人权问题为借口 污蔑抹黑中国 采取各种措施 限制打压新疆企业 充分暴露了他们 遏制新疆发展进步 干涉中国内政的伪善面孔和险恶用心 中方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捍卫国家利益和尊严 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人民日报海外网曾发表评论指出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60多年来 经济总量增加了80余倍 各项事业全面进步 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升 当今的新疆处于历史上最好的繁荣发展时期 各族群众安居乐业 生活安宁祥和 正奔向全面小康 团结稳定是福 分裂动乱是祸 这是中国各族人民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强大共识 中国人民不怕鬼 不信邪 任何外来压力 只会使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的团结起来 更加坚定不移的打击恐怖主义 维护新疆稳定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历史车轮面前 任何势力的阻挠和破坏都注定是 唐币当车 自不量力